你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你 使我必须离开 你把英格兰姆小姐 那么高贵而美丽的女人 带到我面前 她将是你的新娘 我的新娘 我没有新娘 但是你会有一位的 是的 我会有一位的 所以我必须走 你以为我会甘愿留下来 做一个对你来说 无足轻重的人 你以为我没有钱 长得不美 就没有灵魂和心 其实我和你一样 有灵魂有心 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与财富 我也会让你离不开我 就像现在 我离不开你一样 东方信 你在想什么 专注一点 很快我们就要演出了 到现在台词你也没有背下来 回去好好熟悉一下台词 明天这个时候 我们再排练一次吧 温柔 我在想 我觉得呀 你其实并不太适合演简爱这个角色 为什么 我觉得呢 简爱没有钱 长得也不好看 对了 这个是送给你的 生日快乐 打开看一下 谢谢 所以呢 我觉得 你不适合演简爱这个角色 走吧 宛柔啊 我觉得你蛮有表演天分的 你可以考虑考电影学院啊 诶 这样我们坑视同学了 你说呢 但是我从小学舞蹈 现在放弃的话太可惜了 不过考舞蹈学院 一样也是表演呢 我说你考电影学院 你的文学也不错 你也可以考了一下编剧哦 编剧嘛 那我岂不是百长这么帅了 好 怎么样啊 我的鞋毛拖 不错诶 来 穿上夹课给你看 帅吗 帅 来 我下午要去考电影学院了 祝我成功吧 加油 我觉得你戴上墨镜 会很好看 带一个 帅 酷 嗯 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的财富 我也会让你 离不开人 就像现在 我离不开人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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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着急 会没事的 我们怎么办 让你别给孩子买摩托车 你废给他买 这下出事了吧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他怎么样 你儿子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脸部受伤严重 这边无能为力 不过你们可以去一个地方碰碰运气 哎 你的儿子他的脸呢 给水玻璃跟铁皮给散了 整个脸都毁容了 毁容 他很在乎外表的 那怎么办呢 要做整个脸的脸部一致手势 那么这里现在有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费用非常高 需要五百万到六百万人民币 而且还存在一些风险 那风险有多大 嗯 生命是没有问题 只是 你儿子的模样 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所以你们要做好 心理准备 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呢 东方先生 这么帅钱的工厂 你就卖了它 是吗 师父 可以走了吗 走吧 来了 谢谢 是 谢谢 你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医生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 谢谢 谢谢医生 但是我们发现 它内线受损 失去了流泪的功能 而且它的面部神经也受到了损伤 有可能很难 会有很大的表情变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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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 你是一个坚强的人 你要接受一个 和你原来模样不一样的你 妈 把金子给我 和你一样的小伙子 也要想要做好 你现在赔了一种大约 你还能做好 我还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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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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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你还能够接受改变了之后的我 但是我却不想在你面前自残行晦 我不愿苍天夺取我的所有 但愿苍天赐给我坚强和智慧 斩斩断对你的思念 并让从此不能哭不能笑的我 变成一个无情的人 不愿那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罐茶叶 我有商店的发票 一共是82块6毛 茶叶是什么牌子 铁盒的铁管音 描述一下当时的句节 没什么特别的 当时排队的人很多 排了很长时间才排到我 二十四号下午五点你在干什么 我在回家的路上 应该是等公共汽车吧 不 我应该是刚刚从办公室出来 你在说一遍 上个月二十三号下午五点你在干什么 最近一个总部在纽约的政党 在我们国内正在秘密招收党员 上月二十三号 我们在他的集会地点逮捕七个人 这个人当时不在现场 我们怀疑呢他是一个幕后组织者 你们看他刚才讲的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 是撒谎 还有谁认为是撒谎 为什么 直觉 你呢 他在回答二十四号下午五点的问题时 显然是在回忆 因为回忆有误 所以会做一些更正 但在回答二十三号下午五点的问题时 不加任何思索 而且前后两次的回答一模一样 可以说他是在背诵一段 事先准备好的话 你怎么看 这个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特点 第一 在他提到付款的事件时 他的眼睛不自觉地往右上方看 如果一个人在回忆一件事情 眼睛通常往左边看 而在虚构一件事情的时候 眼睛是往右边看 还有 人在说真话的时候 往往会补充一些细节 比如说工作人员是男是女 大概有多大岁数 或者他是在几号服务台结的账 但是这些细节都没有 第二 当反复被问到二十三号下午在做什么时 普通人的反应是 这个我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 或者他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再重复一遍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人 却非常冷静地 重复着一模一样的话 这也是撒谎的一个特征 老李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们两个留下 其他同学可以走了 你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的 那么作为一个优秀的行政人员的 基本素质 你认为是什么呢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带有个人感情 关于非法集会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技术问题上有对错之分 政治问题上各有各的看法 我对政治问题上的辩论 从来都不感兴趣 报告 进来 公安大学应届毕业生 东方信报告 东方信 前书记昨天打来电话 特意关照过 说是你技术很国英 上一次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哪 前书记过奖了 是不是过奖 我很快就知道了 这位是咱们局的崔秘书 崔倩倩 跟我来吧 我先带你看看一楼 这边是党委办公室 这里是行政办公室 崔秘书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公安大学毕业的 东方信 林通 你好 你好 前辈多指教 没问题 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崔秘书你找我 嗯 你的警官正 谢谢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嗯 漂亮 我看崔秘书对你不错呀 好像很喜欢你吗 不会吧 他对我们平时可很少有笑脸 傲气着呢 他可是咱们全省文明的景花啊 我看他不像警察 当然不像 哎 你猜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搞财快的 哎呦 你小子行啊 刚来 就把我们景花的底都摸透了 猜的 不是吧 那天我在他办公桌上 看见一张照片 照片上有一个带打印机的计算器 你想想 一般来说计算器带打印机 那只有搞财快的人怎么用呢 牛啊 怪不得吴局长这么器重你 哎 哎 不过我可跟你说 崔秘书 是吴局长 亲自安排进咱们分局的 所以啊 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不然 吴局长会不高兴的 到时候 别怪哥们没提醒你啊 好 林桐 我们最近 在忙什么案子 我们是刑侦处 自然就是侦查了 现在社会治安不好 每天杀人 斗殴抢劫的案子 到处都有 不过这些啊 我们现在都不太管喽 不太管 什么意思 我想交给你一个棘手的任务 今年是建国五十五周年 驱离法轮功也五年了 可是他们的资料 光盘还随处可见 上面很恼火 你的任务 就是迅速查清 那些资料的来源 破获资料点 把这些活跃的法轮功分子 一网大惊 我让林桐做你的复仇 是 东方新啊 你知道的 这法轮功的案子 都是通天的 你 你要是做好了呢 这省里中央都知道 提拔重用 那不是问题 可你要是做得不好 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给你做了 韩教授 调得怎么样 瞧瞧瞧 至于吗 写个保证书 马上放你回家 老婆孩子热炕头 继续做你的大学教授 多好啊 我修真善言 有什么错 你让我毁什么锅 掉了多久了 大概二十四小时吧 再掉四十八小时 别让他睡觉 别给他吃了 每过少小时给他点水 我们后天再来 出嘱的把球给我吧 叔叔的把球给我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崔倩倩 你弟弟的事情办成了 明天就到初日清管理局上班 太好了 局长 今后啊 他要是混出个模样来 一定回来孝敬您老人家 还等他呀 只要你知道就行了 这次啊 省委庄务秘书长 亲自打的招呼 还是局长您面子大 什么面子大呀 他儿子在歌舞厅捅了人家七刀 还不是靠我出面摆平呢 在我这个位置上 你就知道了 这上上下下 除了杀人放火 没有他们不干的 多少事都得靠我给他们斗着 这么跟你说吧 在这个地盘上 没有我吴远生达不到的目的 办不成的事儿 二六一二号 韩首进 加入法轮功多久了 不是加入 是修炼十一年了 谁介绍的 一九九三年 我确诊得了肝癌 症状 就和我的父亲 临死的时候差不多 大夫说呢 我只能活半年了 我到国际展览中心 我到国际展览中心 那儿正在举行 东方健康博览会 就在这个会议上呢 我遇到了一位年轻的 启功师 他没有跟我说什么 只是冲我笑了笑 在这个拿着 很暂时 那还在乡 你自己跟举行 我和你一体 不想不作 了 你还说 你觉得呢 释助我 还在乡 你不认识 你没想见 不认识 我 你死也没了 你自己 的 那那个人就是 对 他就是我的师父 我怎么觉得你在给我编故事 肝癌 是一种气质性病变 那是有意料记录的 我根本不会去查的 我告诉你 我们在给你定罪的时候 根本不会考虑你为什么练法轮功 就看你发了多少法轮功资料 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 发法轮功资料 那是违法的呢 韩教授 你说法轮功救了你一命 你想为他做点事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受了很多苦 韩教授 听我的 你就签了 不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 我立刻就派人送你回家 你一定听说过 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这句话吧 我建议把他放了 我建议把他放了 我是这样想 这个人对法轮功这么坚定 就是打死他 他也不会交代的 我们很不如利用他 先把他放了 然后监视他的所有行动 这样我们可以发现 更多法轮功分子 二六一二号这个案子 就全权交给你负责 是 年轻人 我看你好像刚出校门的样子 而我在大学里呢 教了几十年的书 人生经历也很多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 会面临很多的选择 有的时候呢 选择错了 还可以重来 但是有的时候呢 选择错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二六一一二号的电脑 连接在哪个端口 好 看到数据了 挂了 爸 夜后工作还顺利吗 还好 这是给你买的新房子 和车的钥匙 儿子 我们把你高中时候的东西 也都带过来了 我看你了 我看到你 在这里有一个人 在这里有一个人 看你 一会儿 都带你 我可以看你 为什么 在这里 都带你 我们在这里 就和你 儿子 我跟你爸爸这次来 就感到自从你出车祸以后 再也没有看到你笑了 我们这次来 把你高中时所用的东西 都带过来了 真希望再看到过去的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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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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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测几天之内 他们会在锦州的体育中心后面 一个小区内见面 这个线索很重要 这样我们就定在 三天以后 就是星期日的下午三点 把这个资料点断掉 中文字幕——YK 但是你会有一位的 中文字幕——YK 小姐 自己不进了吗 咱俩玩玩吗 走吧 咱俩玩玩吧 走吧 你别碰我 玩玩吧 住手 你是谁 我是警察 警察 警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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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还好吗 我还好 谢谢你 你来了半个多月了 局长不叫你 你也不到我们办公室来玩 办案子很忙 办案子很忙 局长说你很能干 他很器重你 我也很器重你吗 器重我 我是个坏女人 别再喝了 你都快醉了 醉了好 其实吴局长 也拿我当一个筹码 上面来人呢 他也让我去陪 你别看他们穿着警服 刀貌岸然的样子 其实别提多丑陋了 背地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些流氓 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我才二十五岁 我妈让我找对象结婚 你说我跟谁结婚 别再喝了 你已经醉了 东方向你不一样 你真的不一样 崔秘书 崔秘书 告诉我你家在哪 我送你回家 我不想回家 崔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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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喝点汤吧 你就接着睡吧 哥哥小子注意 现在先弄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 走 快 什么情况 这么重要的事情 韩凡到 董放心 董放心 我是洛艺生 现在情况怎么样 报告局长 我们人已经冲进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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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心 现在情况怎么样 发现新的情况 又有一人出现在资料点 二六一二号 已经进入包围圈 抓起来 全都抓起来 是 我建议 取消行动 我估计 新出现的这个女人 是个重大线索 如果让我她的情况 会 破获更多资料点的 建议 暗幻行动 相信你的判断 行动取消 你马上排行目标都要骗 带回距离 各个小组 各个小组 我命令 取消行动 取消行动 等等 以后这个地方 别再来了 现在抓访个工很厉害 谢谢你的提醒 你的声音 很像我高中时的同学 你知道法轮功真相吗 这个给你 这个给你 还有这个 护身符 请你记住 法轮大法好 等等 真的 我觉得 你戴上墨镜 会很好看 他不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 我肯定 la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中央电视台的运气特别好 在天安门自焚案这样的突发事件中 焦点访谈节目 获得了这段难得的近距离拍摄的清晰的现场录像 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 这个事件中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林 身上的火焰已基本熄灭 突然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 刘春林随即倒闭 一条状物快速谈起 从死者脑后揮出庶民园 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学生 用超自然的能力治愈了许多人的疾病 总顾问江学贵校售说 我作为博览会总顾问 负责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我认为这个功法的确会给人们带来 健康的身体和新的精神风貌 1992年以来 法轮大法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 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并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亚洲 法轮功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众多的学练者 寒守经 肝脏形态正常 就在我的肝脏部位 怎么凌空一撞 叔叔的把桥给我吧 小朋友啊 怎么又是你啊 给 拿起碗吧 目标一直戴着墨镜 我们还需要继续侦查 才能获取进一步信息 这个线索很重要 抓紧时间长 这是最近搜集到的名单 立即把它送到出入境管理局 放到禁止出入境的名单上 去办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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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停 这个地方要收跨 对 头要向上 顶 好 继续 我们去欧洲 我们先去哪个地方啊 这次 你有可能去不了了 为什么 团里所有的人 都签了保证 出局之后 不接法轮功的资料 不拿法轮功学研发的传单 你自己本身就练功 可你却不肯签字 所以 书记让我通知你 你的表演资格被取消了 你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嗯 别难过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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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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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联系的那个女人查得怎么样 她住在单位的机体宿舍 是个舞蹈演员 在法轮功里她干什么 我还没有查清楚 局长找我什么吩咐 二六一二号的案子最近参与了没有 没有 您交给东方权权负责 她没找我 我也就没踩 那你觉得东方做得怎么样 东方人聪明 办事利索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那个女人 她只照着了一张 戴着墨镜的照片 还有几个侧影和背影 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啊 只有一张戴墨镜的照片 她说 那个女人一直戴着墨镜 我记得那个女人下车的时候 没戴墨镜啊 没戴墨镜 好像没有 我知道了 去吧 是 请请监管理出 叫李厦长过来一下 你上次告诉我 你弟弟在出入境管理局工作 有什么事吗 是关于他 真漂亮 这你女朋友啊 不是 只是普通朋友 崔秘书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吧 是这样的 前阵子 他父母出国探亲 但他爸爸一出国 就心脏病复发 住进了医院 所以他急着要出国去看他爸爸 想把护照办下来 越快越好 没问题 资料准备起以后 他一两天就能办好 那太好了 这是他的资料和手续费 崔秘书 这个就拜托你 还有 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看你提起他时那深情的眼神 这女孩真幸福啊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啊 像我这样的人 是再也不敢有那样的奢望呢 如果能够重来的话 你会怎么活吗 还有机会重来吗 那个炼法轮功的韩教授 他对我说 每个人都会面对不同的选择 有的时候选择错了 还可以重来 但有时候选择错了 那再也没有机会 那你觉得你什么地方选择错了 东方信 你拿我当好朋友吗 那你可以跟我说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最近我总是在想四个字 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 看看这个吧 你会明白的 到这儿了 孙秘书 找我有事啊 报告 进来 261号的案子要尽快结案了 东方信 我给了你三天时间 那个女人查得怎么样了 这个女人叫何婉如 今年二十二岁 在舞蹈学院读研究生 这是她的资料 据我的观察和跟踪了解 她跟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 我想那天她只不过碰巧地 在二六一二号家门口出现 宁可抓错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 现在没有联系 不等于过去 也不等于以后没有联系 和二六一二号有关的 一个也不能放过 林通 到 把何婉如加入到 海关禁止出境的名单上 是 我这就去办 这次办利落点 已经误了好几回了 放心吧 吴局长 这次不会了 十一叫到了 东方信 你去阻止一下 三天以后 也就是星期日 还是下午三点 把那个姓韩的和他的资料点 统统拦掉 是 喂 甭放心 吴局长 二六一二号行动委员 是 今晚六点 你到上次紫紫了点 是 他们今晚有机会 那个叫何婉如的也会去 把他们全抓去 这次要一网打击 是 局长 局长 有一些旗舰需要您盖章 知道了 好 拿走自己盖去 谢谢 哎 是你啊 是啊 真巧 好 嗯 我能坐这儿吗 当然可以了 喝茶 实在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不小心了 我来 我来 没事了 怪我不好 你没事吧 没关系 喝茶 嗯 我吃完了 哎呀 对不起 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你慢慢吃啊 好 好 你要带我去哪里呀 我怎么会上了你的车 也问我是谁 我不会害你的 我知道今天下午六点 也会去见一些法轮功学员 但你知道吗 现在警察的包围 全都埋伏好了 你现在不能去那里 我不相信你 你快停车 别再找了 电话在我这里 你把电话还给我 韩教授的家 已经完全被包围了 所有的电话都被监控了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你不但救不了你的朋友 你自己也会被抓起来的 你自己也会被抓起来的 我不相信你 快停车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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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哪里 站住 别跑 别跑 再到我这儿开枪 别跑 再到我这儿开枪 你以为我没有钱 长得不美 我就没有灵魂和心 其实我和你一样 有灵魂有心 如果上帝赐给我美貌和财富 我会让你永远地离不开我 就像现在 我离不开你一样 我离不开你一样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 你对我讲过的话 那天 你在拍简爱 你穿着白衣服 灰裙子 那天还刚好是你的生日 我还给你送了生日礼物 是个发音盒 卡片上写着 十八岁 既是宿面朝天 也有着清水芙蓉般的容颜 希望你岁月无痕 祝你美丽 永远都 放心 是 我是 我是都放心 我出了车祸 毁了容 毁了容 手术做不好 不能哭不能笑 你都认不出我来了 这么多年 我找过你这么多次 你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还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想到 今天我们是这样的相认 你在哭你不知道吗 你在哭你不知道吗 我老是想你 你别哭了 你觉得你不开始了 你不开始了 你不开始了 我还没想到你 你怎么会 你来说 你有没有想到 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些了 你的触境非常危险 跟我走 局长 人都到齐了 就差都放心 不 我等他了 我们行动 是 万叔 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刚见面 就要分手 东方信 让我跟你一起去救韩教授吧 再别说了 我不会让你去的 这件事情 我得自己做 你使我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我现在明白了你们都是 善良的人 你知道吗 那天我们在韩教授家门口见面的时候 我们警察正在抓法轮功学员 是要一网打尽的 我看见了你 我看见了你 当时 我真的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但是我只知道 我不能让你受到伤害 所以我就取消了行动 其实我想告诉你的事 自从再见到你 你的那一天起 我的心中燃起了希望 我想感谢你这么多年来 还记得吗 其实我已经不难过了 能有这样的机缘 再次见到你 我已经非常幸福了 谢谢 满主 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你要过得幸福 我等快乐 我等快乐 等我一醒 你一定要回来 对 时间不多了 我要走了 你以后一定会知道 你所做的都意味着什么 你所做的都意味着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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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去哪儿呢 吴局长一直找你 打你电话也不接 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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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吴局长亲自作证 又抓了三个法轮功 这下啊 又有奖金咯 来 喝点 吴局长呢 吴局长回家了 你小子下午到底去哪儿呢 今天我碰到了前书记 他非常重视这个案子 他说一旦抓到人 马上给他送过去 连夜审讯 听见了没有 连夜审讯 你现在把这三个人给我提出来 我送他们去市委 逗我是不是 你又不是不知道 调人 是需要吴局长亲自该张的 转移介绍信的 这样 你把信给我 这个事我来办 还真要啊 我给你找找 来 这可不是按规矩办事啊 知道了 等事去办完 我请你喝酒 等你啊 亲爱的 你慢慢飞 我们放心 吴局长 干什么 今天下午你到哪儿去了 今天下午我遇到了前书记 他说对法轮功这个案子非常重视 他说一旦抓到人 就马上给他送过去连夜审讯 不对啊 我刚跟他通完电话呀 他没提这个事啊 都放心 你在这儿干什么 崔秘书啊 是这样的 我局长 他说他的工章在这儿 让我给他拿过去 你应该知道工章在哪儿吧 不知道 你要工章干什么 局长现在在哪里 你到底要干什么 好 这是法轮功选员的 一地关押介绍信 你这么做 是为了你那个女朋友吗 也是为了良知 你不是为了吗 你不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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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秘书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谢谢你给我法轮功的光盘 我也要重新选择 自己的人生 快把我的嘴堵起来 快 崔秘倩倩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四个人一起行动 目标太大 我们各自分头行动嘛 快走吧 快走 你要多小心哪 韩教授 你要保重啊 快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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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吴仁生 我命令 立即阻减东方心出击 通知更改善官 同时伤保挂毒 发出红色通缉令 我要亲手抓住这个东方心 快点 赶紧 抓过来 快点 赶紧 快点 赶紧 快点 赶紧 抓住这个东方心 抓过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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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염 各小组注意 各小组注意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行动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 你们去哪儿 知道了 知道了 明白 知道了 明白 知道了 发现目标 发现目标 快走 去哪儿 东方信 东方信 看你现在还往哪儿跑 走 我在你的瑞士军道里 设下了全球定位系统 跑不出我的手心 要求法龙宫学院 我 谁救你呀 能救法龙宫学院 是我这一生 最大的荣幸 我让你救 走 走 去哪儿 东方信 我 我 赶 你 我赶你跑得住我的手心 我不会封锁你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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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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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